有见闻觉知 米饭 馒头 香蕉 苹果 他们都做了实验 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是发心啊 从哪里来的呢 发耳如是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 去实验 泥沙 舍快 有见闻觉知 大概最不容易观察出来的虚空 虚空也有见闻觉知 万有业法没有见闻觉知 所以这大臣经上讲的 你要能够深信 不疑惑 那么科学家这些发心 对你来讲 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啊 你会感觉到 这是正常的 这佛经上所讲的 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 本来就是这样的 一点都不奇怪啊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就晓得 净土 惠土 是怎么会死去 庆惠不二啊 人性善 所有一切万无 接近 都是善的 人性不善 所有一切万无 的接近 都是不善的 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 静随心转啊 那因经上佛讲啊 若能转无 则痛如来